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せん 沿上跟批評 実際上是有一些狀況 為了講這件事情 我要再跟同學解釋一下 我們是真的重新錄 因為你看這個書是有換的 這個場景是有更改的 細心的同學已經發現 這本書是有在跑馬燈的 台湾跟香港都會有一些那些業績 那當然有做日本的 歐美的 各式各樣的 那歐美的比較特殊 是因為歐美他們只要招生到學生 你直接就是比學校 所以所有的事情學校會處理 就是不是針對什麼事情 也不知道要替業者講話 也不知道要替學者講話 沒有 其實我就是一個總理力強 為什麼你猜猜看 為什麼有一些代辦 會被延伤 所謂的延伤就有點像吵起來 玩起來吵起來 我先講有一些 我們要批評 大家還是要認真 就是他們有一些業者的員工 輪轉率太快 可能他你現在跟這個人講 然後可能半年以後 這個人就不見了 對 然後跟你講的那個人 講了很多事情 然後你有種筆記可能還記得 對 然後甚至訊息也比較紅 沒錯 然後新接的人 因為那個人離職了 對 那新接的人你就跟他說 沒有喔 那個講的不算喔 那個是他的講 他的說法 我的說法是這個 可是問題是學生能接受嗎 不行啊 因為我來就你這間公司買 然後你這 對啊 然後第一個 他們就會出現整個 那你猜為什麼會出現這種 說詞不一樣的地方 為了要招生 他們隨便亂說 他們為了業績 因為我事務所是不備業績的 就是你們抱 我很開心 你們不抱 我更開心 你們抱我好開心 因為我明年可以跟老闆交代 老闆你看喔 我有做事耶 你看我學生報名喔 啊靠 你們不抱我更開心 耶老闆你看經營不散喔 哇 今天在弄打遊戲機 好像我只是員工 可是我們都會在 可是像有一些業者 他們的員工就可能是 據我所知啊 就是有一些 他可能坐一坐就跟你說 對 那台北有幾家是夫妻店 嗯 你知道什麼是夫妻店 就是 裡面的人都是 他就是老公老婆 你應該知道我在講哪一間 有三間吧 他們就是老公老婆 好 對 然後另外一間是 他不管是誰來諮詢 都是老闆娘諮詢 喔 對 就是公館那一間 他都是老闆娘的 如果你遇到的不是老闆娘 你就要注意一下 然後再來是有一些是 他們自己諮詢完 然後那個部門會收起來的 喔 對 就像中南部有幾間 有來台北開 然後開一開就不辦了這樣 對 然後就再調回去 中南部那邊做文件的時候 中南部那邊 有點不承認台北的文件 可是你明明是同一間公司 你學習慣 同一習慣 主要的是 第一個就是 會出現吵架的狀況 就是有點像 你跟業者辦理的時候 跟接手的那個人不一樣 對 這是第一個問題 因為舊的人要業績嘛 對 然後坐了半年坐不下去 就走了 然後 那第一個我們要怎麼預防呢 第一個你預防的時候 就是要注意 把你所有傳過的訊息 我建議不要傳訊息 我強烈建議 如果你要問問題 用email email罪名 因為你會找得到 真的 可是你用訊息 你要找百年 你要找得像 好長一段要找這個 對對對 所以第一個預防這個 第二個吵起來的原因 還有什麼啊 代辦不會講是不是 你真以為他們會講 對 有好幾家是不會講的 事務所有一個神奇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他們業者的文件 會丟給我們做 對 結果這是後台 就是像 樓下幾家 只要有按鍵喔 好喔 來收文件喔 來我幫你做 然後學生我不把我 我只做你文件喔 然後我就說 嘿你幹嘛不自己做 因為我們歸日文 我們看不懂 沒辦法跟學校無文 然後那個很多 可能久久一次的學校 他們就會把文件丟給我 第二個是 業者不會日文 這一個點 第二個點我們要怎麼突破 用日文考他 對 你就問他 問他一些 然後你就問小說 那我要問什麼細節 喔 要問什麼細節啊 你當場就問他 你就去下載那個學校 不是那個官網 對 然後不是那個報名 講日文吧 叫他看 對 所以說這一句什麼意思 哇 臨時抽考耶 對啊 他那個支支吾吾 不要支支吾吾啊 就算他不會日文做久 都知道那在寫什麼 然後或者是一般來說 業者像 我們正規業者 或這邊台北 大部分的正規業者 日文對於我們來說 就跟看中文一樣簡單 所以我看一眼大概就知道 我可能不知道內容在寫什麼 對 我不知道這是要幹嘛 但我知道上面有字寫什麼 對 你如果不知道的時候 你可以把一些日文 相關留學的東西問他 你把簡章拿下來 給他看 然後或者是說 那這一間學校 如果做升學的話 那他們升學的課表有哪些 這種文件通常只有日文嗎 沒錯 他們就會看不懂 第二個 就是可能業者的日文程度不好 因為像如果我們不知道 我們會做什麼 比如說同學問問題 我一定很多都不知道 然後那不是正常的 我們不知道的時候問得到 問學校 直接問啊 你就說媽媽擔心 就是 那個老師啊 這個同學問了一個這個問題 然後這個問題 你們學校怎麼處理 我不知道的事情也很多 因為同學問的東西太細了 真的 可是我只能說 大概七八成我都回得了 是因為我們都遇到了 可是有一些我確實沒遇到 譬如說最近 小孩要上小學 學上爸媽 問到了 各位 我大概知道 但我沒辦法具體回答你 還在問一下學校 對啊 這個我知道小孩怎麼錄 日本小學啊 但你我真的我不知道啊 我問一些 後面真的是人生相談數 第二個是 為什麼會演唱 第三個你知道為什麼 就騙啊 哦 對 就是會騙 有一些業者 他不會日文 然後他又不會問 然後他就拖拖拖 然後他就用騙 這同學來問說 請問你們這邊可以問事情 當然可以啊 你要問什麼 我在其他業者那邊辦的 就想看 怎麼會 我其他業者能辦的 可是我還是會很 稍微熱心說 你遇到什麼事情 業者說 呃什麼 什麼 XX學校 畢業五年不能辦 哦 對 不是最近你帶一個事情 有 然後就問我說 可以嗎 可以啊 真的嗎 當然可以 我沒騙你啊 超過四十我都在辦 對啊 而且辦得平凌堂堂堂 就是熱熱烈烈的都在辦 你問我這問題 我這個問好 他說你確定 我確定啊 雖然我不能給你看學生文件 但我確定 對啊 然後第二個 還會什麼騙你知道嗎 各種騙 學校沒有宿舍 對 可是問題是 學生你就一直要問學校宿舍 可以啊 你就 我們正規業者 我也不想擔責任 我就有點精準 我一定會問 學校裡面沒有宿舍 學校就會回你 沒有 或是 有啊 可是只有這三間 你知道嗎 我說好 好 老師給我兩片 我也在同學 可是有一些業者 你當場問他 當場跟人說沒有 他連查都沒查 對 可是為什麼會被發現呢 一定是到時候 同學入學後發現 同學跑來問我了 哦 不是嗎 對 對 對 沒錯 對他就跟你說沒有 然後一直跟你推銷 他自己的房子 我覺得沒什麼不好 但你就直接跟他講 對啊 你就直接說 沒有 我現在沒有做這個包頭 現在就是怎樣 對啊 那你要找學校宿舍 你要自己申請 對啊 就這樣 可是問題是 你又不能這樣講 所以你只能騙他說 學校沒有宿舍 可是明明就有了 可是因為同學很委屈 因為他第一次辦 他不知道 對 可是大部分的業者 我覺得都是正常 就是你問什麼 他我一定不知道啊 很多我都不知道 對 你有沒有長這樣 我也不知道 我問問看 真的問問看 通常會沿上大概就是 第一個 我覺得就是 他們的專員 換來換去 游動運 然後因為他們有綁定業績 所以新的專員很懶得你 是的 那這時候你怎麼辦 你要嘛就是 跟他辦 要嘛就是取消 找其他的正規業者 幫你弄 對 第二個就是什麼 日文不好 日文不好 他根本不會日文 對 然後你是不跟他辦 他只會英文 那他的文件去哪裡 我還去樓下收 第二個是 他其實不會日文 所以他有時候會敷衍 對 然後說什麼 老師回得很慢啊什麼 心想不掉啊 不對 這不對 好委屈 我剛剛還想打電話給他 對啊 而且他早上才回我兩輪 下午又回我兩輪 第三個就是那一些啦 你的沒有的賬 他也不是騙你 他就是欺負你 第一次辦 對 可是我們事務所不做這件事啊 不行 你會想說為什麼 你這樣講誰會信 相信我 因為我都領薪水 我沒必要替故事誕生的風險 真的 就沒有就沒有 有就有啊 有我就幫你等等 所以為什麼在事務所辦 糾紛比較少就是 我都會先幫你問取消問好 沒錯 其實就一通電話的事情 我就沒問題 因為像有一些業者其實 他不是真的留學代辦 他是開補習班 他靠補習班賺錢 他的留學代辦 他就只有做這麼三家一家 好啦 每次結束 大家還是一樣要了解一下業者 不是說業者不好 但因為我知道台北還蠻多很正常的業者 好啦 每次結束大家要說什麼 請同學訂閱按讚小鈴鐺 這要跟大家說什麼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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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